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这个单元 各位同学学习起来 是不是非常轻松呢 因为指数跟对数 各位同学在以前通通都学过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安排这个单元在这里呢 主要的目的是后面 指数与对数的微分 我们有一些了指数跟对数微分的这个基础之后 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往下继续的学习